其中有两名确诊的双北科大生 曾经到北市的一家运动酒吧用餐 没想到不同桌的另外两名顾客也都确诊 专家认为这根本就是西提群聚案的翻版 另外北市冯仲南的感染链也持续传播 这群聚案中相关的点点幼儿园 也再增加三名学生 还有一名家长染疫 江西长荣酒店案再扩大 日前接触确诊员工的两位双北科大生 一起到运动酒吧 8号确诊的案19340案19345 当时也在同间餐厅 两位确诊员工分别在25和26号被匡列区隔 2月7号隔离洗满裁检确诊 当时同餐厅三位员工和33名顾客也都匡列区隔 酒吧里头实际上也有很多这种 不是只是静静的坐在那边 看看电视或者吃东西 他也有一些游戏的机台跟这个摄飞标的地方 所以很难说用座位就去界定说 谁风险高谁风险低 目前加上运动酒吧 已经有四名科大升级两名不同桌的顾客 共六人确诊 不排除还有其他人再病发 另外点点幼儿园再新增一名确诊者 一名幼儿园学生及妈妈母女都染疫 另外还有两名幼儿园学生也确诊 这条从原生房仲男到卢州男 和幼儿园老师再到幼儿园的传播链 光是幼儿园部分就累计14例确诊 专家认为到现在都还有餐厅内用餐确诊案例 恐怕这段时间内奔土疫情 这实是缓不下来了 最终天见曹招人台北